大家好,我是Stan 根据媒体报道,妈妈母成员许音 决定与拉比设立的经纪公司签订专属合约 虽然目前是还没有正式签约 但是公司也回应了媒体 证实了与许音积极洽谈的事情 因为之前歌手艾莉也进入了拉比的新公司 所以粉丝们的期待也是非常高 哦,拉比也是爱豆出身 所以彼此应该会很了解吧 艾莉跟许音真的是大方 哦,艾莉跟许音可可 Poker真的太强了 加油,不管去哪里应该都会做得很好的 希望许音妈妈母团体以及个人活动都能大方 下一个消息是 8月2号,男团Only1OB的所属公司突然公布了 队长兼主唱成员LOVE的退团 因为整件事情实在太诡异 所以就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所属公司的声明文 一直以Only1OB成员活跃的LOVE 在慎重的考虑后,决定停止团体的活动 经过圆满的协议,正在进行退团中 因为是成员个人的隐私 所以希望不要擅自猜测或者是散播谣言 Only1OB下半年的行程也会全面修改 在整顿好团体后会告知大家的 目前为止,虽然看过很多傻眼的官方退团文 但是从来都没有看过 进行退团中这么傻眼的字眼 然后,不要擅自猜测 如果一个成员引起争议退团 或者是健康问题退团的话 粉丝们当然不会猜测 但是什么理由都不说 只是抽象的说是个人原因 粉丝们能不猜测吗 况且在宣布退团前几天的7月27号的颇步上 也对粉丝们说过 为了粉丝们现在正在减肥 也正在努力准备下一张专辑的一个人 突然就被官网这么宣布退团 粉丝们能不猜测吗 而且粉丝们应该也知道 Lobu Pakci Son是努力了6年才出道的 一个辛苦才出道 最近开始有反应的男团的队长兼主唱 还是个人气成员 真的会这么轻易的决定退团吗 所以整件事情真的是太奇怪了 而对于粉丝们的种种疑问 从那天的官网声明到现在 公司还是没有任何回复 我们来看一下航空网友们的反应 退团就退团 什么叫进行退团中 根本就是所属公司在引起争议 也不告诉理由 就让我们不要乱猜测 好担心是不是哪里健康不好 这里的所属公司太奇怪了 剃光头 性感舞蹈都是这个团体 真的做了很多神奇的事情 前几天还在使用Bubber 太突然了吧 真的是一点都不为粉丝们着想 最起码不该告诉理由吗 在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退团责任在成员身上的话 公司一定会告知的 对 应该就是公司本身的问题 对于Olevo Novo队长 Lobu的退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一有什么消息 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下一个消息是 大家在看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时候 会在意主演演员们的名字排列顺序吗 最近在韩国 因为一个韩剧的演员名字排列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8月即将开播的韩剧《红天记》 是一部奇幻爱奇古装剧 而剧中的主角女化工《红天记》 是由Kimujang饰演 男主则是由Anusop饰演 一般来说 在电视剧的宣传资料里 如果要标注两个演员的名字的话 通常会将主角或者是剧中 占有最重要角色的演员名字排在最前面 所以像剧名就是主角名的这种情况 一直以来都是把该演员的名字排在最前面 但是《红天记》这部剧 确实在很多地方 都是把Kimujang的名字排在Anusop的后面 只是论资历知名度 2013年出道 目前为止出演了55部作品的Kimujang 远远就超过了2015年出道 出演了11部作品的Anusop 所以这件事情就引起了粉丝们的不满 对此制作公司表示 Anusop因为在被选为男主后 等这部戏开拍等了一年 为了表示成瘾 所以才会与Kimujang交叉排在前顺序 但是实际上根据网友们的整理 在10个宣传资料中 有8个地方是Anusop的名字在前面 对此Kimujang的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No comment Anusop的所属公司则表示 两位演员的名字有交叉排列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当然是宇江先呢 论资历知名度都是天差地的差别 连居民都是红天界 应该要自己退后吧 这对宇江来说太无理了吧 这在好莱坞是非常敏感的事情 太傻眼了 有点良心吧 真是不愉快的事情 什么表示成瘾 说实话很傻眼 如果资历一样 年龄没有语境这么小的话 根本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不就是个名字顺序需要这么夸张吗 可能男演员的戏份很多 对于演员们的名字排列顺序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